在台东路野乡的龙马路段 近日实施路面工程 而警方在巡逻的时候发现 覆盖在路面的铁板位移了 露出了小洞 担心会影响用路的安全 特别像附近的住户借用了铁锹 以杠杆原理的方式 将百公斤的铁板归位 警方也特别派员注意 路面的铁板状况 避免中秋廉价的时候 车多发生意外 身穿制服的警察杯杯把警车就停在路边 拿起铁锹以上一下 势力将重达百公斤的铁板仪位 破盖住路面上露出的小洞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路野乡龙马路段 有道路施工塌陷 并通知施工单位改善 原来就是警方另类的护交案行动 台东路野乡龙马路段 近期正在挖掘路面10座工程 原本应该盖住挖掘草沟的临时路面铁板 在车辆往来碾压之下 进一位了 露出了一个小洞 巡弩远警 见状立即下车 先用三角锥围起周边 在等待施工单位前来处理的期间 也担心有车辆会因此侮辱 警方面上附近住户借来拔丁用的铁锹 以杠杆原理的方式 将百公斤重的铁板顺利归位 紧接着就是四天的中秋连续假期 警方不敢大意 也特别派员注意临时路面的铁板状况 守护车辆用路安全 避免发生交通意外 这位小家会严品相报道